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中国人对这个西太平洋 北印度洋地区这个海域的命名问题 那么中国人给这些地方起名字 起了自己的名字 说明中国人了解这个地方 在郑河以前 在元代有哪些人到过这个地方呢 其实非常多 在元代有一位文人叫做黄敬 草头黄敬了三边水 加一个三国两敬南北朝的那个敬 黄敬写了一本书叫做金华集 他是金华人浙江人 那么金华集中间提到了一个千户 是航海的 他曾经受命 到过西洋 坐船 到过西洋 还见过蒙古在西洋的 成吉思汉的后裔 哈战 哈战就是13世纪末 14世纪初 我们讲的 我们所提到的 那个边编蒙古史 那个波罗成像的 那个君主卡战 何战 他还见过那个人 当然黄敬呢 他没有比较详细的资料留下来 这个黄敬所记载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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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户 资料不够丰富 其实很多 还有比方说我们到泉州去 泉州今天保留下来 这个清真寺有一些是 客师 词词上提到 有一些这个清真寺里的 这个灰灰人 他们是元代从 波斯湾地区到中国来的 他们叫什么名字 家里在什么地方 但是可惜那是他的故事 没有保留下来 但是毕竟 就是这些零零星星的资料 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在正和以前 在元代 从西太平洋 我们中国所在的地域 叫西太平洋 到北印度洋 这个西洋的航线啊 是一个很繁忙的 人物资的往来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呢我们这一讲呢 我们着重讲一些 在这个路上往来的 这些航海家旅行家中间 比较有名的鸡尾 第一个我要提的是一个灰灰人 他的名字 我前面提到的元代那个文人 刘敏忠 对他记载 说他的名字叫布阿里 否定词那个布 布阿里 这个在朝鲜的 高丽的历史文件中间 也有这个人 把他叫做布阿里 哈哈笑的哈 说他是个印度的王子 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印度人呢 不是的 这个人呢 他说他的刘敏忠记载 这个人最后死在福建 这个所谓的印度王子 那么刘敏忠呢 他死了以后 给他写了一个神道碑 刘敏忠就是神道碑的作者 刘敏忠说 布阿里的老家 在哈拉哈底 哈拉哈底 底下的底 哈拉哈底是什么地方呢 那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哈拉哈底 就是今天海湾六国中间的那个国家 叫阿曼 哈拉哈 他的首都 阿马斯卡特 以南 有个古代的城市 也有一两百公里 有个古代城市 这个城市叫做卡拉卡特 卡拉卡特 那么这个城市呢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 有一次地震的时候 被毁掉 但是在十六世纪以前 很多文献都提到这个卡拉卡特 是波斯湾外面 阿拉伯半岛上 阿拉伯半岛东端 一个非常繁忙的 非常重要的港口 这个布阿里的老家 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这个刘敏忠 所记载的这个神道碑说 说他的父亲 波阿里 原来是这个回回人的父亲的名字 他就是个南 阿拉伯南部的一个人 南阿拉伯的人 他呢 在他父亲那一辈 做生意 做到了马巴尔这个国家 我们讲的 就是西洋国 是吧 就是印度次大陆 南端 东南端的这个国家 叫马巴尔 到了这个地方 非常有钱 回回人也很善于和 当地的统治者刚好关系 所以呢 统治者跟他称兄道弟 这个国王有兄弟 有五兄弟 大家都把他叫做老六 叫做国王的老六 王家老六 所以呢 这个布阿里后来到了中国 说自己是王子 就是这个道理 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有印度王族血统的 而是他和 这个国王之间是称兄道弟的 那么这个可靠不可靠呢 可靠的 我们如果去查一查 马可波罗邮记 马可波罗呢 讲到印度南面 马巴尔这个国家的时候 说马巴尔这个国家 有兄弟五人 统治者 马巴尔那个时代 就是布阿里 生活的那个时代 我讲错了 马可波罗走的那个时代 就是这个时代 所以基本上是同时代 就像我们现在 一千年以后 讲到啊 二十世纪 第一个十年啊 一讲到 这个 在美国啊 总统呢 就是小布什 欧洲的总统呢 就是 默克尔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德国总统 同时代的 马可波罗和 那个国王五兄弟 就是同时代的 而这个布阿里 也是同时代的人 所以 布阿里的神道 被讲到了五兄弟 马可波罗也讲到了 这个 印度南部的国家的 国王五兄弟 只不过中国的文献 多讲了点 说他国王的五兄弟 称兄道弟而已 那么 这个国家 有自己的名字 什么名字呢 叫索里 如果我们查 郑和 下西洋资料 索 开索就索 里面的里 有的时候把他叫做 西洋索里 仍然把他叫做西洋 那么 马巴尔是 他的阿拉伯文的名字 为什么阿拉伯文呢 就是当地的 穆斯林的商人 非常多 他们用穆斯林的语言 来称呼这个国家 用自己的语言 来称呼这个国家 就像我们中国人 把日本 叫做日本 日本人本人并不发音 叫日本 这个中国留学生 到哪去 到美国去了 他自己跟家里讲 我在美国 他并不会说 我在美国 一样 就是 这个其他民族的人 在他一个新土地 定居以后 他会给这个新土地 用自己的语言来匿名 马巴尔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他在这个国家 定居 在这个国家贸易 他的父亲去世了 去世以后 他就继承了 他的父亲的财产 他继承了和这个国家的 统治者的关系 他 这个巴尔里自己 本人叫什么呢 本人叫 我们汉文 刘明中记者 叫做萨伊地 萨总 就是萨 意 之后是 也这个字的 意 身材意义的意 去到底下 那个大字 白字旁 那个地 叫萨伊地 实际上是 阿拉伯文 今天叫 萨伊德 萨伊的 幸福的意思 叫萨伊地 但是呢 因为他父亲 和统治者的关系 太密切了 所以大家呢 这个统治者以后说 我们也不叫你 萨伊地 我们仍然用你父亲的名字 称呼你 把你叫做 巴尔里 所以他在他这个国家 继续用父亲的名字 来称为 这个阿拉伯人 巴尔里的 巴尔里 为什么要用这个 巴尔 是吧 把伊朗的 元朝的 统治者 叫做布塞因 也是这个布 这个布 今天在阿拉伯文中间 相当于阿布 阿布 那么所以 布阿里 就是阿布阿里 布塞因 就是阿布塞伊的 阿布 阿布是什么意思呢 是父亲 这个 在宋代 我们就用汉字 布来翻译 所以我前面讲的 布式家族 普寿根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字 阿布 就听成个布 元朝翻成布 这个阿拉伯人起名字 和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是 我们叫 真的叫起名字 就是父母亲 或者你的亲属 为你创造一个名字 所以我们中国人 从名比较少 虽然可以 在很大的范围内 可以找到两个名字 是一样的 但是 伊斯兰世界 基督教世界 不是这样的 他们是在 现成的名字中间 找一个 男的就在 一大堆 男的 男人的名字中间 找一个 女的就在一大堆 妇女的名字中间 找一个 所以他们的 从名率 是非常高的 那么怎么样 区分 这个从名的人呢 那么如果你已经 成婚了 成家了 那么我们今天 小孩子要讲 张三 张三爸爸 张三妈妈 就用这样称谓 他们也是用这个办法 某某人之父 比方说 布阿里 就是阿里的父亲 用这个方法来称谓 那么 如果 我们就提外话了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出名 怎么办呢 那么后面往往再加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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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所出地 你是什么地方人 阿不王里 这叫什么地方人 什么地方的 某某人的 父亲 山东人士 我是安徽 这个什么 何非人士 加上这个东西 再加以区分 用这个方法 那么 布阿里呢 他就是 所以 他对 刘敏忠介绍 说我的老家 是哈拉哈底人 很可能 当地就是聪明的 叫 也叫 布阿里 阿不阿里 阿里的父亲 叫阿里 这听开的 多得不得了 阿里的父亲 当然也多得不得了 那么我就是 哈拉哈底 这个地方的 阿不阿里 他的父亲 这就清楚 是吧 那么这是 那么这个人 他在做生意 回归人做生意 就是他 离开了自己的 楚国 在一个第三国 从事世界的贸易 回归人士 善于贸易的民族 那么他们的贸易 过程中 和东方 那主要就是跟中国了 宋朝 阿不阿里的父亲 巴里就是跟宋朝 做贸易 那么西方 就是和海湾地区 马克波罗讲的很多 说他们从海湾地区 就是从波斯湾地区 一个重要的港口 叫加拉都 加拉都 就是海湾地 加拉都这个地名 在大德南海之中 也有 这是阿拉伯的一个 重要的输出港 我讲过在16世纪 15世纪的时候 一次地震 被毁掉了 那么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间 他的西部 最重要的贸易对象 就是伊斯兰世界 他东部 最重要的贸易对象 就是中国 这就是海外的 回回人 所掌握的 贸易的资讯 他的客户 和他的 这个货物的来源 但是13世纪 发生了 陈吉思汗开创 人类的新历史 发生了一个 天翻地覆的变化 人类历史上 从来都没有见过 什么见过呢 没有见过呢 就是这个回回人 做生意的时候 发现 他们的老家 伊斯兰世界的主人 换成了蒙古人 极其遥远的 另外一个贸易对象 中国也意诺出了 也是蒙古人 那可不得了 就蒙古人自己讲的 从日头出处 到日头末出 都是咋门的 这不光蒙古人 自己认为 在海外做生意的 巴黎的家里 他在印度 他也看到了这样情况 一个从来 世界上从来没有 见过的枪权 既控制了 回回人的老家 伊斯兰世界 海湾地区 也控制了 不可一世 他觉得非常富强 了不起的中国 居然也落在蒙古人手里 怎么得了 那么因此呢 要想做生意 能够生存下去 能够占取钱财 就要跟两边 都搞好关系 都不能得罪 而元朝 统治 中国的 忽必烈的家族 和 这个统治伊朗的 叙列乌家族 我们讲到 是元朝的几大汉国中间 关系最密切的 为什么最密切呢 他们都是成吉思汉 老四的 后代 老四是托雷 而 统治中亚的 是老三 查克台的后裔 老二 查克台的后裔 和 老三 沃克台的后裔 统治俄罗斯的 是老大的 也就是 自己的最近的本家 老四家里 老四的 一直统治了中国本土 一直统治了伊朗 他们两家的往来 共同语言最多 那么在关系 成吉思汉 整个家族 关系好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通过 陆地往来 穿过老三的地方 穿过老二的地方往来 当关系不好 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们可以通过海路往来 当然关系好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通过海路往来 因此 从中国到伊朗 到波斯湾的航线 成了 这个忽必烈和他遥远的 本家联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而这个通道过去 我们认为是到外国去的 在元朝认为是到我自己 本家的通知地方去的 非常非常的密切 那么这样呢 巴黎 在印度的南部 在马巴尔这个地方 他呢 做官做到了宰相 这是我们元代的文献 有记载的 除了他以外 还有一个宰相叫 马英迪 都是灰灰人 这两个人呢 就负责 接待 过往的商人使团 那么他就 有意识的 和 伊朗的蒙古人 和中国蒙古人 过往的 史诚都搞好关系 史诚到这儿来 我们讲到要等季风 是吧 这个西北风起了 他可以从波斯湾南下 到了这个地方 他要回中国大陆 他得等东南风啊 那么在 这里等的期间 粮食 淡水 蔬菜的补给 住宿 他全部负责 船坏了 他也负责修 中国的船过去 每年西北风起的时候 根据我们中国的文献记者 西北风起从中国出发 三四个月的时间里 最多最多能够直接 横进到印度 到这个地方就没有放了 要等着 东南风 在这 那么在这里要 或者在斯里亚卡的 或者在印度的 他都要负责接待 那么元代有一个传记 原始中间叫 阳庭碧传 说他们啊 有一次他们 要到这个马巴尔去 他们 走走走 一直走到了斯里亚卡 他们想到 斯里亚卡去 结果 船就到了马巴尔停下来 没有风 他们就上船 说 我们要绕过 印度斯大陆 到印度斯大陆的西面 一个国家叫做固陵 到那边去 这个当地负责接待他们的 就是布阿里和他的同事 马云迪 说不行 百般的推托 最后到了明年 他们就回来了 那么由于这些在印度的回回人 私下和蒙古人的沟通 布阿里呢 甚至 他还 没有通过国王的批准 他私下派人 跑到胡必顿那里去 说我们马巴尔啊 归附于你们元朝 是你们的守国 那么这件事情 胡必顿他当然不知真假了 哦 他就要下诏书了 你这个国王亲自要到我这来 朝见什么的 那么马巴尔这个国家国王 非常的生气 你这个布阿里竟敢这样 他就要杀 布阿里 把他的财产 都要全部没收 结果这个布阿里 这个 巧言 战变 才逃过了一死 这件事情呢 后来传到了胡必顿耳朵里 胡必顿认为这个人 形象于元朝 要挽救他 就专门派事情 把布阿里 从马巴尔 结果呢 刘敏忠的记载 说他在印度的时候 他睡觉的床都是精子做的 他的这个家里的四切 就是这个这个我们讲的小老婆 上台 那么他都抛弃了 也可能在那待得太危险 这个印度的马巴尔王子 对他非常的不高兴 他就逃到了福建 胡必烈就委任他 在福建 做了一个官 一个空闲委任他 另外呢 还把一个高丽的一个女子 高丽的一个蔡仁奎的女儿 嫁给了他 那么他最后死在 这个 福建 死在泉州 那么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 一个非常生动的 一个图景 就是蒙古对 蒙古帝国的征服 在海外 在第三国 所引起的震动 是怎么样改变了世界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把它算成元代 一个非常有名的 河海家 他们怎么样从印度 从阿拉伯世界 移居到印度 最后又到了中国 他又讨了一个太太 是个朝鲜人 这整个就是一个国际的 多国的一个一个一个故事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我想 介绍的人 监言之后 我也讨论